欢迎回来在镜头成为台湾 看到台中民男子29号 他来到了在步道践行 结果不小心跌落20公尺 编波造成他的头部挫伤 左手骨折 原本以为只是一场单纯的意外 但是没想到网友就说了 在这个受伤的原因是为攀绳 遭到不明人士故意把它给切断 就像是超完美的杀人陷阱 十分危险 林婉处前往调查发现在沿线 其实有40多处的引导绳 都被刻意的切断 现在也已经请森林警察队搜证 要依法整办 身穿羽衣的登山客脸上带着伤 在搜救人员搀扶下 一步步缓慢行走 搜救人员替他包扎后 所幸男子没生命危险 29号当天41岁正姓男子 和几名朋友前往冤嘴烧来步道 他近跌落20公尺边坡 造成头部挫伤左手骨折 本以为是单纯的意外 但一查发现男子受伤的原因 竟然是步道攀绳遭不明人士故意切断 就是这断裂的绳索导致正姓男子摔伤 有网友指出 大雪山林的3.2K登山口 90%以上的绳索被故意切断 绳子还附着在树干上 形成超完美杀人陷阱 事发后领馆处人员和森林警察队赶往现场调查 断裂绳索掉落在地面有明显的切割痕迹 离谱的是 烧来山步道沿线设置的引导线 有多达40多处绳子全遭切断 遭到不明人士蓄意切断 对于有迷途疑虑的地缘 本处将尽数来进行修复 林管处指出蓄意破坏引导绳 可出5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协助民众攀爬的神索 无缘无故遭切断用意为和 也让登山客人心惶惶 记者黄商妇王拜英台中辞访报道 在逢甲商圈情侣吵架当街亮刀 前一晚10点多 一对情侣大吵大闹 男子情绪十分的激动 拿出了美工刀 路人看到了赶快报警处理 大批的警力赶到现场 他居然说美工刀小学生也可以用 还大声来呛下远警 小提大作被当场送败 人来人往的台中逢甲商圈 晚间10点多 突然出现大批警力 远警将一名男子团团包围 因为他亮出美工刀 吓坏路人 这名35岁男子 他跟23岁女友 相约在逢甲商圈见面 没想到两人当劫大吵 吵到后来男子 亮出美工刀 警方到场他还这样呛远警 小学生用了美工刀 你们大兵小怪的 男子要上警车时 还拖拖拉拉碎碎念 手放在我看得到地方 外套给你们好不好 手放在我看得到地方 很害怕 很会报警 太不成熟 在重读幼稚园吧 男子大街亮美工刀 构成社会秩序维护法 而他女友也对他提告恐吓罪 警方当场依法 将人送办 记者林世线 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导 受到内阁台风 未尝还流的影响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在迎封面 雨时还是蛮明显的 特别提醒大家 像台北市 昨天晚上8点钟 就执行了全市的水门 只出不进的管制 同步也开放 全市水门周边的 红黄线停车 相局更预估 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留意局部的大雨豪雨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深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恐怕会出现 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到了周三周四 台风逐渐的远离 降雨才会减缓 不过呢 在下周五到周日 又迎来另一波的 东北季风 所以在北部地区的部分 还会再转凉 低温下态19度 提醒大家要开始 注意保暖了 新北市板桥 凌晨发生了死亡车祸 有一名灵性骑士 凌晨在朋友 担心为前方的车乱回转 刹车不急 撞了上去 两车四个人全部倒地 后座的王姓乘客重衰 当场是大量出血 送医之后抢救无效 不幸身亡 晚间猫猫细雨 双载机车速度 却比车还快 就快到路口时 一辆机车 突然在中线车道大回转 这下真的杀不住 双方猛撞后 喷飞倒地 执行机车车头全毁 车壳零件早就不见踪影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现场多处残留血迹 甚至喷溅到一旁人行道上 原来当时这场深夜 车祸竟然撞出人命 前座是我这边的人 我客人 他前座没什么大状况 后座头有破掉 你怎么知道头有破掉 因为地板的不血 接到车祸消息 其实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全被眼前一幕吓坏 事发就在新北板桥文化路 当时灵性骑士 载着王姓友人执行 但前方骑士却突然回转 闪避不及之下 灵性骑士高速撞上对方 两车四人全都喷飞 其中执行车后座的王姓乘客 更是当场重摔倒地 不幸身亡 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四名伤者紧急送医 但王姓乘客早已伤众不治 警方目前也将两名骑士 依过失致死罪嫌 依送侦办 同样也是鬼切酿货 两名骑士通过新北市泰山 一触路口 右边一名富人 却突然窜出 两车刹车不及 双双撞上富人机车 酿成连环车货 所幸三人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仅有四只受到轻伤 相关肇事责任 目前还有带警方 进一步调查厘清 接着张罗斯 游桃 新北资讯报道 好 再来看到呢 现在很多人出国玩 想要赏风呢 不用钱 在今天是荣民节 所以台中的武林农场 就祭出了不分 老少国籍通通免费的活动 只要十块钱的保险费 枫叶随风百动 红通通的精致 充满秋冬气息 民众一大早六点多 在福寿山农场 鸳鸯湖畔边 赏风 排美照 民众也跟着穿了 一身红入境 早上起来更漂亮 太阳刚好 照到这个 枫叶上面更艷红 一年来好几次 今年虽然冷得早 风红提早报到 但持续冷的时间还不够长 因此枫叶比较慢 转色掉落 这正好延长了赏风期限 整个十一月到十二月初 都是福寿山农场 最佳赏风时节 鸳鸯湖的枫叶 大概可以到十一月的上旬 松茹的枫叶可以撑到十二月 而武林农场美景也是一波波 毫不逊色 枫叶转红 银杏若雨松水山也上演变身秀 不管春霞秋冬都值得来的地方 我们是从台湾南市家里去过来 风景很漂亮 尤其是云信 很旺很旺 非常漂亮 十月的最后一天是荣民节 武林农场特别推出 全民免门票的优惠 每人入场只要十元保险费 即便英语绵绵 仍吸引游客赏景 农业可以一直到十二月中旬 甚至到十二月底 云信目前也慢慢转滑 可以到十一月中下旬 秋冬高山农场红黄交织 累得像画布令人流连忘诞 记者韩志兴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道 那么再来看到是有一命男子 到永康的超市小伟 卖了193块钱的东西 但他的车从早上9点停到下午4点 停了7个小时 其实在超市有标示 是不能够久停的 所以店家认为7个小时 真的太久了把前轮上锁 并且要求1000块钱的停车费 最后呢远景来当和事老婆店家抱怨说 如果每一个客人来这边都停7个小时 他们的生意怎么做呢 最后是200块钱同意解锁 车主看到自己爱车前后轮都被锁 气到报警 车主把车停在超市的私人停车场 虽然有消费193元 但从早上9点停到下午4点 一口气停了7小时 被店家贴单告知要收停车费1000元 店家也火大 明明有挂上招牌请勿久停 久停一个小时收费200块 但车主不满得付1000元 警方卡在中间当和事老 最后达成协议 车主付200元让店家解锁 我们马上帮你解锁 那我们就收200块 警方表示因为在私人土地上 收费由店家来定规则 锁车这个动作没违法 但如果毁损车体 车主能提出损害赔偿 还是呼吁停车前仔细看规定 免得为了停车问题 Keep put 最后来关张 台湾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